ZGDIX又晚 不早晨 你太多了 至少也不应该有选择 尊重诚哥的选择 你以为诚哥做他不想做的事 难听的话不想做太多 暂时如果是你妨碍了 ZGDIX的读冠之路 不要再划几乱 麻烦摆正自己的位置 在干什么 没什么 就是网上那些骂我们的帖子 你怎么进来又不敲门 你怎么了 我被绑架了 道德与良心 不是说好一起成长 一起变强的吗 怎么现在玻璃心碎了一滴啊 我没有玻璃心碎一滴 我只是在想 我们和阿尔法的比赛输了 所以网上有那些 骂我们的帖子很正常 但是我更担心后面的比赛 万一要是输了的话 我就真的成了他们口中的那个 祸害 放屁 成哥 嗯 那你不会觉得委屈 不会觉得后悔吗 没有 从来没有觉得后悔 是你想多了 如果我们入围赛全胜的话 那才会让人觉得不安吧 可是我不想输 哪怕是入围赛我也不想输 而且后面YQCB和Fanantik他们都很强 是啊 所以我们才要调整好心态 稍不留神状态不好 都是可能导致我们输比赛的原因 但这个原因 不会是你 还有啊 先再输 总好过到时候淘汰赛和全国总结赛数吧 因为到了那个阶段 才是真的输不起的时候 诚哥 是不是觉得我一阵队操碎了心啊 该不该犒劳我一下 你明天还有比赛能处理呢 明天还有比赛能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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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我们不会输的